随着勇者们的武器升级 大家都获得了不俗的实力 武器也变得更加炫酷霸气 最先升级的应该是喜羊羊的剑 最开始她为了抵挡怪物的火焰 导致剑被击断 对付大猩猩时 剑彻底断的喳喳都不剩下 不过在剑种里喜羊羊获得了真正的勇者之剑 聚集了全部剑的剑气 威力比之前要强悍很多 美羊羊的石就也孵化出来了 懒羊羊为了保护同伴的心 也让她的武器升级成为千里弓 当被太阳光照射之后 武器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能够射中太阳 灰太郎的武器也升级了 法杖变成了黄金颜色 三元素为了更大 也能运用自如了 唯独剩下两位勇者的武器没有升级 分别是飞羊羊和暖羊羊 这次暖羊羊的武器也升级了 原本的木盾牌升级成了黄金盾牌 暖羊羊救人心切 一个不小心盾牌反弹 竟然打碎了灰太郎的一颗守护石 如今她的守护石只剩下一颗了 要是没有了守护石 灰太郎就会失去生命 暖羊羊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到处寻找生命果 据说吃下生命果就能获得守护石 在冯秋城中有一位卖生命果的商人 暖羊羊不知道她是奸商 她拿出了宝贵的盾牌 想要换取一蓝生命果 可是奸商却给她一蓝自坏的果子 灰太郎在吃的时候才发现 这让她非常愤怒 气冲冲地跑去理论 可是奸商的父亲是拳王 一拳就打碎了旁边的巨石 没有了武器的暖羊羊打不过 灰太郎只有一颗守护石了 不敢与她乱来 懒羊羊也担心自己打不过 大家只能撤退 后来暖羊羊拿回了木头盾牌 可是盾牌与怪兽作战时被击碎 根本就没办法使用了 不过只剩下暖羊羊一人时 盾牌却突然间散发了光 从一个木盾牌升级成了黄金盾牌 甚至能挡住绿怪兽的攻击 绿怪兽也不甘心认输 她准备释放终极大招 弄出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方框 看样子威力挺大的 下一个应该轮到费羊羊了 毕竟勇者们武器都已经升级 就剩下她还没有得到升级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